第一卷 二十三章 聽著景成短促的話語從他嘴裡說出來 房間當中所有的人都被震撼到好像雕塑一樣文思不動 聽著電話那邊的聲音依然很平緩 但景成就高傲地吸斷了電話 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還是在空岸的現場 後來聽景成解釋而且查了相關的資料 這是凱撒大帝的名言 他在澤拉城徹底擊敗了法爾納克而世 從而完全主宰了強大的羅馬帝國 而凱撒就接著收書給元老院 僅僅用了這三個詞 我來 我見 我征服 或者只有在凱撒的口中說出來 這樣才能夠展現出這句話的無相力量和絕對的權力 而至於 後來每次看到兇手留在牆上的血池的時候 我總是有一種挑糧小丑的感覺 這種氣勢 又怎會是幾個扭曲變態的怪物能夠喘息呢? 但景成說出這句話的時候 我完全沒有這樣的感覺 他的陰暗邪惡以及冷號還有那種殺戮 毫無保留地寫在這面上 每一處細節的表情當中 沒有絲毫的造作 好像這種力量 就是與生俱來伴隨著他 最先在震驚當中蘇醒過來的就是蘇錦 雖然在景成的面前 他覺得自己真的弱了不少 但是毒蛇始終都是毒蛇 他第一時間下達了命令 他叫警員立刻監控定位這個手機的位置 同時向運營公司查找這個號碼的主人 和所有相關的訊息 他要求必須一個小時內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然後蘇錦用沒有之前那麼強硬的語氣 對景成說了 你推測的只是證明了莊怡秋是同性戀 但是我還是認為很片面 畢竟莊怡秋的死也不能排除他不是相性戀人 秦文斌的子民和DNA出現在兩個命案現場 說明秦文斌都難逃關係 所以也不能否定兇手不是秦文斌 景成收回手機 淡淡一笑,然後說 啊,為什麼你非要咬著秦文斌不放呢? 蘇錦異正嚴詞回答著說 我沒有針對哪一個 我只是從客觀的證據分析 你也沒有辦法證明莊怡秋不是相性戀人 也就是說 最後出現在這個房間的 說不定不一定是個女人 很有可能就是秦文斌 景成下意識地望望我 然後笑著地問 相性戀的人在跳鬥異性的時候 往往都有極高的要求 這樣才能夠填充到內心的缺失 簡單點說 這句異性必定具有某種 過人的人格魅力 你認為秦文斌 具不具備這種足以吸引雙性戀的魅力? 錄異正似乎有點想笑 被他在我面前直言不諱的輕事 我也只能夠很無奈地摟摟摟頭 蘇錦周主的眉頭低聲地問 你是說有人想教我給秦文斌? 錦成探探的手 很輕鬆地回答著說 這個不是你應該調查的事情嗎? 蘇錦指著肉室很認真地說 就算你所說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你還忽略了一件事 浴缸當中裝滿了四千毫升的鮮血 那說明在這裡還有一個人遇害 在你的判斷當中沒有提及到這個細節 那又應該怎麼解釋呢? 這個也是我好奇的地方 在時代之聲明案的現場 錦成雲案件經過的時候 所有的細節就像拼圖一樣 被他安放在合適的位置 但是這一次他就遺留了這個這麼明顯的地方 錦成回答得很乾脆 這個我不知道 你...你不知道? 我大失所望地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我就感覺到不應該有錦成不知道的事情存在 錦成看著蘇錦反問說 肉室有打鬥的痕跡 但是並非是兇手和裝儀秋的 這樣說明在案發的時候還有第三個人在場 按理來說 一單計劃得這麼緊密的兇殺案 不應該在這種時候出現這種情況 蘇錦跟著說了 在房間除了提取到巡民斌的子民之外 同時還提取到另一個人的子民 和房間當中常見的子民很不吻合 這樣說明這個是最近才出現 但是身份暫時還沒有確定 我的同事正在子民庫當中進行對比 警成並不掩飾 接著說 線索就像拼圖一樣 雖然凌亂 但是始終都應該有正確的位置 但是浴缸當中的鮮血 以及打鬥 都是多餘的 一般出現這種情況 一是就有突發事件 一是就還有一些被忽略的細節 很可惜 這次我沒有辦法做到正確的判斷 就在所有人一籌目整的時候 有個警員匆匆忙忙地跑進來 是一個小時之前 離開了負責追查手機的這個警員 蘇錦通過定位已經找到這台手機 蘇錦跟著說 我要的不是手機 是手機的主人 我覺得不妥 接著多問一句 找到手機?這麼快去? 在哪裡找到的? 警員抬起手指 指著我們身後 轉身看過去 正是莊兒秋這間屋的對面 他這間屋叫獨棟別墅 外面就是一條人工河 河劇對面掩陰在樹木底下的環河路 從對面能夠清楚地看到屋裡的這一切 就在我們談話的這段時間 真正的兇手就站在河的對面 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 那個警員跟著說 在手機上面提取到兩個人的指紋 其中一個已經證實是徐文斌的 另外一個是手機的主人叫蕭影真 而且我們調取了河邊的監控 從監控畫面當中 拍攝到通話時間 站在河邊的有兩個人 這個警員很幹練 想來是因為跟在蘇錦身邊的原因 所以不想被這個蘇錦挑剔的話 只能夠做到面面驅度 無可挑剔 蘇錦的面上終於露出一絲笑容 被監控拍到了 說完這句話之後 他立即叫警員把監控相片拿出來 在膨大的相片當中 可以清晰地看到兩個人站在樹下 不過因為這是夜間拍攝 畫面相對來說比較模糊 根本上看不清容貌 但可以分辨得出是一男一女 我和景成對望了眼 我想他和我應該都是第一時間想到 這就是海撒的兩個門徒 出現在監控當中的 就是觀察者和行兇者 蘇錦還在和警員討論這個監控照片 景成走到窗邊 淡淡地一笑 我真的看下這兩隻怪物 不過這樣也好 有些挑戰性不至於太過沒有人 我亦都跟著走過去 在蘇錦的視線看不到的地方 我拿起衣服走 上面到計時的時間 只剩下一個小時 我跟著說 這個是一條人命 你能不能稍為尊重一下生命 再找不到兇手的線索的話 葉良悅他就 景成深深地吸一口氣 這兩個怪物在挑釁我 或者說他不把你拖下水 他誓不罷休 他們站立的位置 正好是監控拍攝的盲區 只能夠模糊地拍到他們的體型 所以這個一定是故意被拍到的 他們早就知道我們遲早會發現 行兇者是一個女人 這樣就會跟無憾你的兇手出現衝突 但是監控照片的出現 就剛剛好可以彌補這一切 你仍然是兇手 只不過變成了合謀人 他無憾我我都算了 現在關鍵就是葉良悅呢 如果沒有進展的話 冷靜點 警成側過頭來打斷我說話 他聲音低沉地繼續說 整個遊戲是海撒策劃的 他不會叫你無緣無故地去救葉良悅 所有的一切是環環相構 包括我們出現在這裡 也有海撒計算當中的一個環節 時間還有一個小時 這樣說明一定還有其他事情會發生 你不用這麼慌亂 反正你現在慌亂都無際於事 蘇隊有結果了 另外一個警員匆匆忙忙地跑進來 把幾份資料交到蘇錦手裡 他接著又繼續說 經過對蕭瑩珍的調查 他今年25歲 出生醫學世家 父母都是很有名的醫學博士 家庭條件比較富裕 在國外的知名醫科大學畢業 現在是省立醫院內科臨床醫生 在醫院那裡 因為業務知識紮實 所以口碑都很好 而且對病人極其有耐心 所以對他的評價都很高 性格開朗 經常參與醫院的文藝活動 因為極佳的條件和外形 有很多男士追求者 但是全部都被他拒絕 到現在還是單身 蘇錦聽完之後 第一反應 就用驚訝的目光望向了警成 警員找到蕭瑩珍的資料 竟然與警成對兇手的心理畫像 完全一致 我亦不得不佩服 站在身邊的這個瘋子 他只不過是去過一次兇案現場 就能知道擁有二元人格的兇手特質 蘇錦把目光收回頭 很迫切地問 那麼蕭瑩珍呢? 警員回答 在一個月之前 蕭瑩珍向醫院請假 至今下落不明 時間也吻合 海薩在兩個月之前 中斷與外界的聯繫 就從那時候開始 蕭瑩珍在海薩的指示下實施計劃 蘇錦把手裡的資料交回警員 落命令馬上向各局分局 全真燒影真的相片 要求全面協查他的終職 蘇錦走到我們面前 接著說 雖然我跟你在案件某些地方的看法 還是有出入 但是我很感謝你 能指點我找到線索 因為這宗案令我壓力很大 之前多有冒犯 希望你不要介意 他向警成大風伸出一隻手 我們互相認識一下 你好,我叫蘇錦 警成遲疑地望向我 不過他還騙著蘇錦的手 突然間他變得不懂得說話 我…我叫… 你應該不會連自己叫什麼都不知道吧? 蘇錦或者因為這宗案件有了進展 整個人看上我輕鬆了不少 來來回回地看著我和警成笑著說 哈哈,你們為什麼還穿著嚴師服? 把口罩和護目鏡脫掉了 我也想好好地見識一下 說我沒有腦的人到底是誰 我的心即時掉了起來 警成也只是握著蘇錦的手 機械性地搖動幾下 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說好 蘇錦在這時候還沒有覺得什麼不妥 你們剛才不能說的嗎? 為何突然間變得這麼拘謹呢? 他轉過來向陸語情說 蘇錦,你的手下居上還有這種人才 沒聽你提過的 是不是怕我叫你長腳? 看這樣的樣子 你不開口的話 他們真的不打算聽我的 怎麼都要讓我見他們長什麼樣子 如果以後有什麼案件 我去你那邊可以請教一下呢? 陸語情的嘴動了半天 還是沒有發出聲音 我猜他現在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一言不發地站在蘇錦面前 他開始還是笑的 逐漸來回地打量著我們 後來他的笑意慢慢凝固 毒蛇就是毒蛇 任何西微的異常總是能夠敏銳地發覺 然後蘇錦用不可以商量的口吻跟我們說 把口罩和護目鏡拿下來 我和景成對望了眼 第一時間的反應 看向了房間裡其他警員所站立的位置 而我的視線就專注在蘇錦的身上 現在這樣的距離 我相信在他拿出槍之前 我能夠制服他 毒蛇本能地向後退一步 眼神開始變得厲害 他的手慢慢伸向了腰後的背槍為止 就在我準備上前那一刻 突然聽到咣嗡一聲 所有人的注意力 突然之間 全部被這個突如其來的聲音吸引了過去 一個警員跑進來 因為太慌張了 所以被卡在房間裡 但是很快 他就爬起來 滿頭大汗地衝著蘇錦說 蘇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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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中找到他的第二個子民 鎮定點 蘇錦加重的語氣 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在我和景成身上 那個警員休息了半天的氣 才把我說話說完整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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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子民 和一份失蹤記錄中的子民匹配 證明 唉 子民屬於葉良悅 蘇錦大喜驚 葉良悅? 那個警員 按著頭回答 是啊 省廳領導 叫你馬上回去親自匯報 案情進展 蘇錦被這個結果 完全震驚 他已經完全不記得我和景成之前的異樣 他是怎樣離開的 我已經不記得 我腦裏當時完全有一片空白 我站立的角度 剛好可以看到浴室當中的浴缸 一缸這麼殷紅的鮮血 還在那個裂痕當中慢慢滲透 我感覺到內心冰冷到極點 我頹廢的拿起手 好 到計時的電子錶上面 這個時間 剛剛好 走完了最後的一秒 我一直以為 海薩是在我限定的時間裡 救人就可以 直到現在我才明白 綁架挾持葉良悅的目的 就是為了 將他一步一步地引到這裡 他這個遊戲 只是為了叫我見證他的強大和邪惡 浴缸當中的鮮血是留給我的 只有時間到最後一刻 我才會知道結果 我看到自己的軟弱和武能 曾經一腔熱血 打算守護正義和生命 但是現在 我在果公鮮血面前 顯得蒼白 到頭來 我除了眼白白地看著生命的消亡之外 我什麼都做不到 我可以誣以他 我心裡看著參與 我從不想再抱歉 江湯 這麼久 我心裡看著